这是一串摩尔斯电码 它们组合在一起 代表三个字母 SOS 国际通用海难救援信号 或者说是国际救援信号也行 因为任何时候 只要你发出这个信号 就代表你一定是遇上麻烦了 但你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要用这三个字母呢 我再来打一遍 你再仔细看看 看能不能误出点什么 好了 如果你已经有了答案 请把它打在弹幕上 稍后可以得到验证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 神秘的摩尔斯电码 1830年代 画家塞米尔摩尔斯 受到拉菲特侯爵的委托 离开家中的妻子 前去给他绘制肖像 但就在他还没有来得及 完成这项任务时 却收到了一封 从马背上送来的家书 信中写道 妻子病重 很有可能将不久于人世 于是摩尔斯马上 骑成往家赶 但不幸的是 当他到达的时候 还是太晚了 他的妻子不仅已经死去 而且甚至都已经被埋葬了 没有见到爱奇 最后一面的摩尔斯 非常沮丧 并且也对信息传输的效率 之低感到气氛不已 于是决心设计一种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 能够用上当时速度最快的无线电技术 然后我们熟知的摩尔斯电码就诞生了 它用一短一长两种脉冲信号来定义信息 短的表示点 长的表示滑 点和滑的不同组合 则对应着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 因此几乎可以传递任何复杂的信息 比如黑洞里面的量子数据 那么问题来了 当年摩尔斯是依据什么原则 来为每个字母定义他们专属的电话图案呢 是随机的吗 看上去有点像啊 完全没有规律有没有 但是等等 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一个二叉树上 似乎看上去就有点意思了 在这里每一个分叉的左边都代表一个点 而右边则代表一个滑 分叉了几层呢 就代表着有几个点或者几个滑 一眼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啊 字母E用一个点就能敲出来了 T也够简单 就是一个滑 要敲S呢 就是左左左点点点点 要敲O呢 在二叉树中正好跟S是对称的 右右右滑滑滑 要敲P左右右左点滑滑点 有点绕了啊 敲Z也是这样滑滑点点 总的来说 成绩越往下分叉越多 敲起来就越复杂 成绩越往上插分的越少 敲起来就越简单 恰好 敲起来越简单的正是使用频率越高的字母 而敲起来越复杂的正是使用频率越低的字母 所以你会觉得它们只是一种巧合吗 怎么可能呢 这就是摩尔斯当初的设计原则了 能够让人们用最快的速度来发出信息 所以回到SOS上面 它们之所以是SOS 既不是很多传说中说的 Save our souls 就就我们的命的英文首字母 也不是Save our ship 就就我们的船的意思 而纯粹只是因为它们简单 但又不至于简单到容易产生奇异 比如一个点一个滑 ET 外星人吗 当然如今我们有了卫星通讯 光线宽带 WiFi 5G 毛尔斯电话早就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但有的时候掌握了它能够让你在关键时刻 实施降维打击 2010年乔斯S-P7号上校 后面我们就把它简称为上校 正在准备营救被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 简称FARC 俘虏的大约500名人质 这些人质被严密监护并分布很广 所以硬来和偷袭都不现实 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创造条件 让他们自己逃跑 但如何才能只让他们知道有这样的计划 而监护他们的武装分子却不知道呢 上校想到了摩尔斯电话 因为这些人质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 是有很大的可能能够理解摩尔斯电话 所传递的信息的 而武装分子嘛 这恰恰相反了 但明目张胆地发送摩尔斯电话 显然也不可以 那怎么办呢 整个故事当中最高潮的部分来了 上校找来了哥伦比亚最优秀的一些 广告策划人和音乐制作人 写了一首流行歌曲 然后把一段摩尔斯电话的信息编码后 置入其中 这首歌叫做Better Days 美好的日子 通过130多个电台播放 有300多万人都听到了 并且在FARC控制的农村地区 还很受欢迎呢 当美好的日子的歌声在丛林当中回荡的时候 其中包含的19人获救 你是下一个不要失去希望的摩尔斯电话信息 也传进了人质的耳朵当中 上校的计划成功了 我放一段带有编码的音乐给你听听 看看你是否也能够听出 隐藏在这里背后的滴滴滴滴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听出来 人质的真的很完美有没有 所以当2011年这项任务解密之后 美好的日子 还去Ghana拿到了一座金师奖呢 其实 类似这样使用摩尔斯电码 获救或者是秘密传递出信息的例子 还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只是下次当你看到 有人向你频频砸眼睛时 你要思考一下 他是不是在给你打暗号了 最后咱们来互动一下 顺便也帮你巩固一下 认真听听我敲出来的这段话是什么 如果你已经听出来的话 就把它写在评论区里面吧 我来看看谁会是第一个答对的 还积极留言 有惊喜哦 我是火箭叔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 讲给你听